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妮 前两天一位粉丝朋友试讯我说 有没有一种方法在偷看了别人的微信消息以后 又能不被对方发现呢? 其实方法是有的 这种方法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尴尬 特别是在你看了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手机以后 又不会被对方发现 其实非常简单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平时如果有人给我们发消息 那咱们的手机上方就会显示一个红色的标记 代表这个消息是未读的 然而只要我们将这个消息点开以后 这时咱们上方的红色标记就会消失 如果咱们偷看了别人的消息以后 那对方的手机上方就没有了红色的圈圈 就很容易被发现 那该如何恢复呢? 首先以苹果手机为例 咱们把它往左边拉一下 然后点开标为未读 大家看一下 上方就会立马出现这个红色标记了 而如果是安卓手机就更简单了 咱们长按消息框 就会显示一个标为未读 点击 上方就会显示红色标记了 好了 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的消息恢复方式 就介绍到这里 不过猫您需提醒大家 偷看别人消息其实是不好的 大家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而如果无法避免的话 用我这个方法可以减少不少的争吵哦 怎么样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还不错吧 以后相信大家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哦 学会以后 记得也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 我是猫您 想了解更多星星有趣小秒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寻求点一个关注吧 还不 75人 希望不高还能 保 muchís